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這個場景就是在酒店 因為我怕我如果東西拆光回香港才說 就會太散修修 所以我就決定在這裡拍了 究竟我在台灣買了什麼可以分享給大家 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吧 這個頻道是女生頻道 一定要先說買了什麼化妝品和保養品 我全部都放在後面 你會看到這裡有化妝品, 護膚品類, 還有野食類的 其實都打半的, 我覺得自己這次買得不算厲害 你問他就會知道, 我以前是瘋了買的 這次是正常的, OK? 首先我在康侍美買了這一款日拋影型眼鏡 他就說是安室內美衛款 他就叫做雷美日拋影型眼鏡 我會打點名字在下面 然後我買了三種顏色 其實都忘了是什麼顏色 我記得不知道是什麼橄欖色 然後是迷蒙色 挺有趣的 我遲些試一下, 我沒試過的 然後不少得Katy瘋狂介紹的這款 下妝紙 那我就不會用來下全妝的 其實我也是打算平時試一隻手的時候用的 聽說很好用 所以我又要試一下 因為香港好像沒有這款紙藍色買的 香港其他顏色都可以買 但是沒有這款 但他又極力推薦這款 所以沒辦法, 一定要買來試的 然後我看到At your house 出了一種啫喱的洗面膏 不知道會不會是透明的 還有他說台灣限定 瘋狂張洗眼 我看到台灣限定的名字 完全是抗拒不了 都不貴的, 好像是199台幣的 那我又買來試一下 之後我就看到Integrate 跟白雪公主做了一個聯名的東西 這個是香水來的 它裡面拆出來了 給大家看 是一個很漂亮的紅色瓶 我覺得蠻有趣的 而且他試過噴那種味道 超級香 那種甜味是很少女 但又不會是很假的 很軸的甜味 我覺得有點像Lina Ricci的蘋果 我小時候很喜歡用 我看又不貴 百多港幣 所以就買來試一下 應該不會是很久的香水來的 但它的盒子 和包裝都非常漂亮 然後就會有這個 也是白雪公主聯名的Integrate眼線膠 我想說它超厲害 我今早十點多畫到現在 擦都擦不掉 所以我對這些眼線膠筆 都有點期待 唇膏方面 我覺得我一點都不過分 我也是買了五支而已 全部都是開架的 我覺得很划算 現在嘴上擦的這個豆沙色 就會是Maybelline的這種瓶瓶 其實我不是特地想在台灣買的 因為香港不能買 我現在擦的應該是14號色 那這個顏色呢 它擦下去的質感和顏色的呈現 都不會太開簡 不會太廉價 是高級的 但是它擦上去的味道 就真的是廉價的味道了 它有一種巧克力的味道 在專櫃品牌那裡 是不會有這一種味道的 但是我覺得以它的性格比來說 沒問題 因為它擦出來是非常自然的 然後又很有氣質的顏色 然後如果你有看我的IG story 或者是我的instagram post的話 應該會知道 我昨天是塗了這些 都是Maybelline的 一個鏡面的lip gloss 這個顏色是很青春的一個橙紅色 全部色號我都會打回在這裡 或者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會打回的 這個是很少很少的黏 一點都不會黏著嘴巴 而且它是會令到你的唇紋 可以遮得很好 我自己也很喜歡 這一枝也是剛才那個系列 但是它的顏色就會是12號色 Katy如果沒有記錯 是推薦13號色的 但是我自己試過上手 我是不喜歡 它那種顏色是太土色 太螺色 在我身上是會黏的 所以我也是會選一些偏豆沙色 有一點點紅潤感 令到我的臉沒有那麼黏 但是這個Maybelline精油系列的唇膏 我就跟它買了它的15號色 我自己試過這隻顏色 在手上也挺漂亮的 而且真的很滑很滑 同樣都是不知道為什麼 在香港是不能買的 所以唯有來台灣買的 那這一枝就是L'Oreal的 其實我如果沒有記錯 它應該都是啞色系列的 一樣都是 明明是香港有的牌子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在香港會是不能買這個系列 其實對香港的開價炭品 是挺失望的 然後這個組合 就會是XR的一個美白防曬組合 其實這一盒也挺貴的 要990元的台幣 就是差不多200多元 這一枝的防曬 其實那兩枝sample 我當作是送的 但是為什麼我會買呢 就是因為它放了一個sample 我擠完擦上手 它是完全不會泛白 然後是非常好推 很潤的一枝防曬 現在開始入抽 還有它有美白的成分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入抽的時候 還有冬天的時候做防曬 所以就算它這麼貴也好 也不知道香港有沒有可以買 由我11月去日本也好 我都買了 然後這個不得了 我是超級想推介給大家 其實它是Merry Mars 我是在Watson市那裡看到的 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狗色眼影 然後它這些顏色是很閃 但是你會看到那個閃耀是很漂亮的 然後我買回來才發現 原來它是韓國的牌子 Apple和Merry Mars 是聯名了出這個眼影 之前Apple也一樣有出過這種聯名 也是很漂亮的碎花盒 我自己也很喜歡 還有Apple他們的價錢是很便宜的 這個狗色的眼影是減價450元台幣 或者100元前後就買到了 超級漂亮 但是我覺得它的持久度就差一點 因為昨天我用了 而且天氣又太熱了 到晚上就已經不太看到眼妝了 跟我帶過來的Sigma眼影 其實是看到明顯的分別 但是外表這麼漂亮 還有平日常用 淡妝用我覺得都非常足夠 真的很漂亮 接著自白機我是買了這個Tona 我又不知道香港的Watson's有沒有買 因為其實我通常去到台灣都會買一瓶 這個特濃保濕化妝水 就是我經常說的 脂出來很潔潔潔 拍上臉 不要用化妝棉去抹的Tona 這種是非常保濕的 你冷氣的時候用 或者是你冬天的時候 抹完一個去角質的化妝水之後 你用手拍上臉 讓它吸收 是會令你整個臉飲飽水 非常保濕 比起用很多不同的精華 這個方法是更加有效 即時保濕到的 所以這支開架的化妝水 我自己是非常推介的 大家去台灣的時候都可以試一下 而且這個牌子是沒有酒精的 所以其實敏感肌去用 都會非常放心的 去到台灣又怎麼可以不買面膜呢 我這次已經非常忍受了 因為其實我家裡還有很多的面膜 買了兩隻在香港都不常見的 一個House Old面膜 兩款都應該是保濕型 因為這款面膜都是sexy look 而且它的顏色很繽紛 所以都想買來試一下 特別是超級便宜 $299台幣兩盒 每一盒應該會有四塊面膜 所以都很划算 另外1028的一個保濕面膜 它的舊版我是超級喜歡用的 我想用了50塊都有 但是因為去年還是前年它停產了 所以今年它再出新版的時候 我都會買來試的 其實1028的面膜 就不是最便宜的面膜 但是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個我就會試 如果它真的很好用的話 遲些你們就會在每月最愛的時候 就會看到它的出現 然後到這個牌子 就叫Timeless 本來我是沒有聽過這個牌子的 但是早兩天我自己是上網 特意搜尋一下 今年有什麼台灣的護膚品 是比較出名的 或者普論性比較高 等我可以試一下 我其中一個牌子就看到是這個 那這個組合裡面 就會有8塊面膜 有兩款和一枝Lip Balm送的 價錢就是499元台幣 那圍繞每張面膜都不是特別便宜的 可能都要5-60元台幣 即是十多元一塊 所以以它這個價錢來說 我對它的期待會比較高 好啦 其實化妝品和保養品 只買了這麼多 那我覺得自己一點都不過份 是嗎? 是 太少了 對 比起我去韓國和日本的時候 真的小毛見大毛了 那下一節就會到她 我將這個時間交給她 去講一下我們買了什麼食物 希望你會喜歡這次的台灣護膚品和保養品的購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次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